各位錶迷你們好,又是我Number 7 Watch的豬仔 大家看到鏡頭前面這隻就是我今天第二隻手錶去推介 就是一隻CITIZEN的C7系列 其實上一次翻貨過幾兩個月前 很多錶迷都買不到 豬仔答應過去翻貨會通知他 但今次為什麼我沒有通知他就拍了影片 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是上一次算錯價錢 還是什麼原因 上一次我標1,200多 我算來算去也不可能 為什麼我會標到1,200多這麼便宜 所以就算我買到通行最便宜 都要1,300多元 都已經是很優惠 因為市價應該是賣1,700多元不等 所以這隻就是豬仔的推介 所以我沒有找回之前說 到了課叫我通知他的錶迷 因為實在價差太大了 不是十幾二十元 所以我再拍影片看看哪個錶迷正確 應該是我上次計算錯價 但我不覺得他是加了價 因為我沒有聽過斯利臣加價 尤其是這款 最主要應該是我看錯了回率 或者承錯了回率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就是斯利臣的機械錶 這個機械錶 這個C7的星神系列 就是一個復古的系列 但復古的日常 又帶一些時裝 就是因為復古的款 配搭了黑色的電腦 變成一個 夾雜了復古和潮流之間的手錶 因為用潮流的顏色 形格的黑色 黑狀金 配搭了復古的設計 我第一次看 和我上次拍片的時候 第一次看這隻錶 我都以為是膠鏡 因為做到那個 錶殼好像有膠鏡 好像有膠鏡 我都上網看過規格幾次 我怕自己看錯 其實是一個玻璃 上次有錶迷拿的時候 都以為是膠鏡 不是 真的是一個玻璃 它有一點點附身 你看到那個玻璃 有一點點附鏡 黑狀金 你看到黑色的電腦 配搭了金色的黑度 金色的時分秒針 日曆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一個白盤黑字的日曆 而那個星期盤 放在十二點位置 都是白盤黑字的 一個多邊形的星期盤 你看到星期盤 不是長方形 又不是台圓形 是一個多邊形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邊形的一個設計 挺特別的 即是星期盤放在十二 第一 星期盤放在十二點位置 第二 就是它用了七邊形的 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多邊形 另外就是一個自動 寫在六點位置 這個是用一個八二系的機芯 CITIZON MULTA 自己工廠的八二系的機芯 八二零零機芯 你看到Index 都用了金色 金色的金件 有好有不好 如果喜歡玩復古錶的錶迷 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個金色的Index 背搭 時分了針 就給人感覺 一個復古錶會比較強 但是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說它是好的地方 就是呢 隨著這個時間的流勢 它就會 那些金件 是會有少少氧化的 那些金件是會有氧化的 那勞力試 很多人都是玩 或者是水錶 都是玩它的氧化面 或者氧化Index 那些金件就會有氧化的 會有氧化的效果 那好吧 那就 錶殼位置 講一講 它做了一個 遠邊玻璃 遠玻璃邊 就做了一個黑色的不鏽鋼 做了光身的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的不鏽鋼 拉絲不鏽鋼 拉絲選拋光 選拉絲 你見到它呢 這裡是做了拉絲 然後選一行拋光 再選一行拉絲 那錶帶方面 也是做了拉絲 拋光的效果 一個實心的 鋪鋼的錶帶 它又不是總統帶 但是鋪鋼的錶帶 挺漂亮 都是配合復古感 那錶關位置 就擺在三點位 就是一個拉推罐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錶關 它做了五個巴的防水 我先試一下錶關 沒有停廟的 8200基深 向下轉動 你見到很清楚 那向上轉動 就教星期 半格半格跳的星期 另外 CITIZEN 有快跳 一跳十二點 它就立刻跳八 然後再去到三點多鐘 就跳完星期 所以大家記得 把它調到六點多鐘 不要管它下午還是凌晨 六點多鐘 才會教星期日力槍 就沒那麼容易損壞機深 教完之後 按進去 一個向上轉動 就上發條的 8200基深 動力儲能 就四十小時 兩萬一千六的震拍 那向上轉動 大概二十多手 即是二十多個圈 就會上滿 這個四十小時的動力儲能 如果你不想上發條 它是自動機械 用駝大動 都會上到發條 都會有動力的 一個金色的黑道指釘 大家看到 時分針就有夜光 表針就做了光身沒有夜光 我看看夜光 黑道後面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 不算很強 夠應付日常生活 就不算很光 不算很光 暗暗的夜光 好 看看錶帶 錶帶我挺欣賞 挺紮實的 這條錶帶 黑色鋼鐵道 黑色鋼鐵道 看看錶扣 錶扣 錶扣做了一個 保險製的摺疊式錶扣 它沒有微調 但有半格教 有半粒教 打開就是一個銀色的薄桥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上面就是一個 有一個拉絲花紋的銀色的錶駝 就像我一樣 寫了什麼 我們一起看一下 上面寫了 5個巴巴的防水 等一下 一刻一點 它有一塊拉絲 我看不到 等一下 我看看它寫了什麼 撕了一塊拉絲 阻礙著 看不到 這裡寫了 這裡寫了Japan Movement Japan Movement 這個是Stinger Steel Bag Stinger Steel WR5的防水 這裡寫了 好了 一個銀色的底蓋 不是 一個銀色的機身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透視底蓋 底蓋做得挺漂亮 好了 反正面給大家看看 這個錶也挺有手感 因為帶子很紮實 整個錶也有手感 這個D-Day的 款式 復古款C7 好了 試一下帶給大家看 說一下錶徑 錶徑是40m直徑 厚度是13.2mm 對 40m直徑 試一下量度給大家看看 40m直徑 厚度是13.2mm 13.1.2mm 那些粒就是 那些粒是45的 45的 整個錶不是很大 始終復古款式都不會很大 試一下帶給大家看 黑色 感覺上是比較時尚的 黑狀金 感覺不太老套 雖然它的設計是一個復古的款 所以是復古夾閘著這個時尚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錶就是 因為它的顏色用了一個時尚的顏色 但是它的設計就是用了一個復古的設計 尤其是鏡好像有一個膠鏡 帶著玻璃來的 好了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1328元 1328元 如果有興趣的標為 就可以 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個標 對 想在佐敦店或黎智哥店 對 豬仔推介 非常之超值 因為外面 正常 外面應該是1700多 2480元定價 對 1300多 很便宜 1300 看一下 我害怕 我同事幫我記錄了 我害怕錯了 豬仔也是多工作 有時候 1338元 對 1338元 如果有興趣的標為 就盡快找我 豬仔有三隻驗貨 豬仔有三隻驗貨 如果你不喜歡黑色的 就看看遲些有沒有其他色 因為豬仔暫時沒有 只有黑色 只有黑狀金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謎 就可以在手錶的概括內容下方 更多 就有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Citizen的C7系列 想在佐敦店鑼還是黎智哥店鑼 1338元 如果有興趣的 就盡快找我 記得給個讚讚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 介紹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下次再有新標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記得我是豬仔 我們下集見 多謝